OK 今天我们跟来自台湾的北村先生 来聊聊台湾的话题 台湾的话题很多 大家看台湾的很多媒体 今天这事那事是吧 咱们来说 台湾主要关心的 就是台海的局势 大家知道 接下来即将总统选举 四个选总统的人 其中赖清德 郭台铭 侯友宜 柯文哲 赖清德前几天 在华尔街日报在7月5号 刊登了他的一个投稿 保卫台湾和平 台海和平的计划 提出了四大支柱 第一必须建立台湾的威慑力 经济安全 第二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 第三以全世界民主国家建立 活泼关系 意思稳定而有原则的两岸关系的领导能力 领导联力 其实这是一个 就是独立自主 坚决 不承认 中共和平统一 不接受中共的一国两制的 一个路线 一个 一个主要的政策理念 7月17号 郭台铭 在华盛顿邮报 投了一篇 也投稿 也投稿 说郭台铭过段时间要去北京 就美国 就要去做工作 他投稿 核心内容 总结就是几句话 就是愿意做奴隶 愿意做奴才 愿意做习主席下的大太子 就是 说白了 就是真大太子 二太子智慧 核心内容 就是愿意接受一中框架 愿意一国两制 在一中框架下 进行各种谈判 啥都可以谈 啥都可以谈 他在文中提到 说九二共识 促进两岸密切交流 大规模投资 与双向贸易 经济省长 每周数百架直行班级 紧张局势缓和 以及两岸对和平 解决危机的乐观情绪 首先第一 一定要承认九二共识 第二说 立即恢复两岸直接谈判 是缓和紧张局势 维护台湾民主自由法治的 唯一途径 恢复两岸直接谈判 这个中共他不跟你谈 这边说所谓的谈判 就是去跪 你知道吗 记住啊 第三说一中框架 仍有空间 可让台湾充分 捍卫其民主自由和原有生活方式 所谓的一中框架 就是一国两制 就跟香港一样 香港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一中框架 底层逻辑 一中就是你的军事权 外交权 主动一交 这就是 这是习要的一中 至于说你自己解读的什么一中一中 习不接受 是吧 所谓去谈 恢复两岸谈判 是谈啥 谈谁做 行政首长 就跟香港特别行政区 谁做 政协主席 副主席 谈这个 明白不 他会维护台湾的自由法族民主吗 做梦 知道吧 香港维护得了吗 香港 当时英国 所有谈的是英国去谈 英国没有任何利益 跟英国有关系 最终都被中共 搞成这样 死了多少人 啊 所以他所谓的谈 是谈啥 谈的就是刺激 我 把台湾人 打包算了个价 你说吧 给我开什么价 是不是 啊 这红海的利益 说白了就是 把台湾人的利益 打了个包 然后去跟习工去谈 谈的他个人的未来 是吧 是政协副主席 是 这个 之前啊 荣毅仁的待遇 还是后来 董建华的待遇 还是 惨如那个林郑月娥的待遇 谈的是这个 谈的是 如果他做总统 他说你看 我都做总统了 我有资格来谈 谈的是 所有的 他这个总统府 底下的这个军方 底下所有的人 的这些 至于台湾老百姓 他绝对不会帮北村去谈待遇 也不会帮Candy去谈待遇 是吧 他谈的是他自己的 这就是谈判的本质 啊 而克莱明 在什么黄国昌的什么 所有的公平正义 集会 也是啊 配合中共的统战口号宣传 两岸一家旗 不止说 自己说 更派团治海峡论坛说一遍 录影片给台包 青年夏英 令营又说一遍 说你前辩也不厌缺 对于九二共识 克文哲 从下跪说到尊重说 再度定义不明 变来比起 最后 最近更以重启服贸 先货贸再服贸 为重要的两岸政策 至于国民党 好有意义 那直接是 陈要接受 合乎中华国民国宪法的 九二共识 无视 中共啊 早就已经表明 九二共识 就是一国两制 台湾就是中国一部分 根本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 所以啊 现有的情况 我们今天就重点来谈谈这个 郭台铭的 这个所谓啊 在台湾叫做投书 就是投稿的意思啊 的内容 投稿的内容 非常啊 这个 从头到尾 基本上啊 就是中共的 这个 中共的隐蔽战线的嘴脸 就是吃相很难看 说白了啊 吃相很难看啊 完全 在这个 暴露了自己的那种啊 着急 是吧 急的 急迫的 啊 就是意思就是 这个再不做 那估计 啊 习工要把它给 啊 彻底 给一锅端了 那种感觉 就这个任务 完成不了的话 吃不了兜着走 就已经如此路骨啊 是吧 如此路骨 就从头到尾 啊 就是 你要 活下去 你就必须得 接受中共的 给你的和平 你就必须得下跪 啊 你就必须得 是吧 去谈 谈 谈来空间 和平的空间 啊 最终的话 你知道 要双边最高领袖人物 进行面对面的谈判 说在这样的框架下 台湾有足够的空间来 充分保护其民主自由和生活 方式 我们做准备 愿意 耐心 开展漫长而艰苦的 讨论与谈判过程 最重要的 台湾和中国大陆 将能因此 共同找的一个 将双方 从悬崖 边拉回来的道路 他把所有中共 习共的邪恶啊 说成是啥 什么台湾要 是赖秦德的原因 我感觉赖秦德不这样 香港有任何的这种 香港已经是一国两制了 照样 普通老百姓 死都不知道死 这是最基本 你看 这是 这个 郭台铭啊 这个 这种 欺不择实啊 这种 其余表态啊 啊 你就可以看到 完全 没有 就是中共 急了 着急了 因为 接下来 这个总统大选 啊 这个台湾 啊 中共在台湾 有没有把握啊 他现在基本上 就是 已经赤裸裸的了 表达了 对中共的那种 下跪 是吧 投降的那种 下跪 真做大太子 二太子的那种心 这个我想听听啊 北村先生 你怎么看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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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认为就是 郭台铭他这个 已经是表明他的 呃 就是说 表明他站队 站在哪一边了 呃 他 不过郭台铭他的 我们台湾就是 很很不幸的 就是说 有 我 打个比方 大概就是50 巴胜的 就是 50 50 5 5 的 一半的 呃 国民党一半的 民进党这种的 而且 民进党里面的 也一边 也有大多数的投机主义者 国民党里面有大多数投机主义者 这个 这个 一定是 中共给他下的使命令 啊 这个事情哦 呃 我相信 台湾 一定是要 经历到这一招 也一 我 我认为 这也可能跟 赖清德 要访美 也有 很大的关系 叫 叫 格鲁德 赖清德 访美 这是啊 这个 谢峰 在接受 在这个 美国智库 阿斯本研究所 阿斯本研究所 安全论坛 表达 说 中国现在 首要任务 就是阻止 赖清德 在八月 访美 为了这个 访美啊 现在 各种威胁 言论 说全部又 开始动起来了 我给大家看看 怎么动啊 这个美国已经 监控到了 相关的 滚装船 大家看啊 这是滚装船的图 渤海号 又出发了 已经出发了啊 四艘 中国 滚装船 渤海 横胜 金竹 镇竹和宝竹 偏离了穿越 黄海的正常 渡轮航线 向南行驶 它正常 它不是在这里啊 向南行驶 都是从山东啊 这里上岸的 虽然 虽然 虽然其中 一艘 轮渡的 广播 目的地 仍然是其 通常的 黄海 目的地 但其他 三艘 轮渡 表明 他们正前往 台湾海峡的 江阴 江阴 在这里啊 普天江阴 旁边 你看 在这 就台湾海峡的 台北的对面 渤海 宝珠号 宝珠号 金珠号 和郑珠号 都曾参加过解放军的演习和行动 但对于相对较新的恒胜来说 这将是第一次啊 这是啊 麦克戴姆的精彩总结 中国更多轮渡故事 这博海号的啊 他的轮渡的 整个的集团群 这是轮渡的 他的所有的 他的标号 以及 他的航行的 所有的 记载啊 这 有 博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轮渡 啊 航运有限公司 博海恒通轮渡有限公司 博海市 海大客运有限公司 全部给你 全部标记出来了 啊 好 然后 他就说 这里 更新的 更新的 最新更新的 两个 除此以外啊 还有两艘 中国轮渡 正在向西南航行 博海渝珠号 石下台湾海峡南端的港口城市 汕头 还有 砰 捧 吹 刀号 这是一艘较旧的中远轮渡 据成 他的目的地是中华人民解放军 南海舰队总部所在地震降 这两艘轮渡 这两艘轮渡之前都参加过解放军的演习 这啥意思 就是啊 中共的这些博 这些轮渡啊 这些滚装船 都已经被盯着了 啊 你的所有的一举一动 故意发出来 告诉你 都盯着的 啊 因为这个赖清德八月份 要访美 所以呢 所以啊 你看这个明确说 访美 中国大使谢峰 明确说赖清德就是访美 要阻止 他们就肯定就要搞事 就要搞事 这个轮度是很大的 之前我们57分录音已经告大家 万吨级以上的 90多艘 光广东省就触动这么多 这里 只是抛砖引玉的 奥点线索 告诉你 你这些轮渡都被盯着 但中共 真的有动静 说不了 其中你看三万七千吨的 中国扶墙轮 从中国北部的危害港出发 啊 七千吨的 三万七千吨的都有 啊 这个就是 你说中共有没有动作 啊 我觉得啊 这个号把他发出来 就告诉你 你的动作都被盯着 就这意思啊 这是核心的 关键点 就告诉你 你这里都被盯着 所以不要有轻举妄动啊 就是现在 这个赖青的访美啊 他们可能会 搞事啊 有可能啊 很有可能 中 习 经常啊 做这个事 就是偷偷摸摸 因为他还有隐蔽战线 别忘了 啊 你看这个 这典型的 这个郭台铭 不就是隐蔽战线的吗 啊 要表表达 他的这个 他就中联部的 相当于 双摆了最高的 级别的 最高水平的 就直接颠覆你的政府 颠覆你的国家机器 彻底控制你的国家机器 那还需要滚撞团 不需要 但他滚撞团的动作 其实就告你 他在干啥 采取一种威胁 和恐吓 美孙先生 你怎么看 习近平他就是刚 路德先生在上次节目 也有说过 绝对不能做 什么长龙航空啊 中华航空啊 这些的 我们自己的 就是这种飞机啊 他可能在上面就可以 按啥像 像安倍先生 他首相 他有防卫 也是被 杀掉的 所以说 他有可能在岛内 找个疯子 或者是什么 精神病死的 就是在 就偷袭 就把你干掉了 或者是就是在那个 你在飞行的时候 用那种电子干扰 你飞机自己摔下来的 跟我中共没关系 他就是 习近平最喜欢 搞这种的阴招 关于刚才那个 郭台铭他讲的说谈判 他们的确是为了他们谈判的利益 我在这边要跟奉劝这些 台湾还想跟 郭台铭赚钱的人 永远不可能 他们只是 赚他们的利益 你赚的只是 比香港更加凄惨 当初香港怎么 怎么怎么 怎么 撕横遍野的 你以后就只有选择 你要怎么死的 那个结果 甚至没有 叫个路德 好 这些事 我想问一下 那个 你觉得台湾 台湾 的风向 现在整个民意是支持 亲美的多 还是亲共的多 咱们先不看媒体 就是 这个基础的 老百姓这里 你有没有 这感觉 有没有评估过 基础的民意 其实大家都是非常亲美的 以我民意大部分都是亲美 但是因为媒体的管控 媒体的管控 他那个 就是 完全媒体完全都没讲 我们台湾人你去 你只要 他听我讲 不可能 不可比比较不公正 国外可以派记者去问 你说台湾现在是要战争吗 那现在现在要 现在会战争吗 绝对每个人把你当做疯子啊 没有人知道会战争啊 没有人都在准备要储存粮食啊 连台湾那什么 那种炮弹生产 山生产的计划 什么都没有啊 就是很和平的 每天就是上下班上下班 这样子的啊 我那天就有发一个推 人家乌克兰至少有警告 在战争之前 至少警告说 有可能有这个可能 有这个被侵略的可能 要随时警惕 所以台湾连这个都没有 一旦战争 乌克兰马上发枪 老弱妇孺马上撤侨 而台湾是 我要怎么给你发枪 美国说的是废话 不要听美国的 两个就是天壤之别啊 而老百姓都相信说 国军绝对会保护 国军和警察绝对会保护台 那我们老百姓 不然我们纳税是干什么 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本质 他们是要卖掉台湾 叫个路的 好的 其实啊 这个郭台铭的这所有的 他 其实 这就是赤裸裸的 其实已经 已经开始短兵相接了 现在都在 最高的 这个话语权 美国这个战场 其实他们为什么都跑到 华尔街日报和 华盛顿邮报去投诉 说白了 就是台湾媒体 没什么 啊 说白了 基本上都被中共搞定了 懒得去那个了 直接到美国来啊 美国来论战 并且 郭台铭还有一个重要的 任务是啥 说白了 帮助中共来游说美国 能忽悠美国让郭台铭 是吧 啊 承认 是吧 要和平啊 就是接受一国两制 就忽悠美国 就是放心吧 是吧 这个 中共达成不了目的 先让他来做个总统 做完以后 可能 悄悄的给你卖了 就跟当年那个 英国一样 就是香港 同样的逻辑 所以大家啊 要 要持续的 警惕 这些人的底层 他永远不会改变的 记住啊 记住 咱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此时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北村人 谢谢 注意观众观看 别忘了添加路德社会员 再见